师父帮童修看图腾 看到他身上有杀过的小灵性 需要念几十张小房子超度 为何超度因我们而死的小灵性是念小房子 而不是往生咒呢 师父 太多了呀 太多了 那师父 那该如何判断自己身上有小灵性是否念往生咒还是小房子呢 很简单 往生咒是当场弄死的 比方说你今天吃鱼了 活鱼了 或者你今天踩到蚂蚁了 打死蟑螂了 这个往生咒马上能解决的 往生咒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纸巾 湿纸巾 你身上脏一点点脏的东西 马上擦湿纸巾能擦掉 我问你 你这个油剂在你身上已经三个月了 你说用湿纸巾擦得掉不了 擦不掉的 那只能用洗洁经了 听不懂啊 知道了 知道了 那师父 那身上有小灵性的话 是否入洞 跳洞 或者是有其他的感觉呢 师父 小灵性的话 就是心不安的 很多人很烦的 如果吃了太多的虾的话 这个人会脚不停的跳的 如果很多人吃了太多的螃蟹的话 你看他整天啊 就睡觉 趴在床上 有一个人吃了螃蟹很多 最后 师父看过他 他说他睡觉 趴着睡最舒服 你现在知道了吧 是 是 师父 还有很多人 这个鱼吃得太多了 他睡在床上 他就喜欢人 拱着 像鱼有水一样的 明白师父